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青玉县长任内全面净采砂石工程案大检不少工程单位因此破产李日桂为了砂石管理大骂疯婆子拿棍子乱打 像以前当老师学生不对全班挨打亦有所指骂 县长周青玉是疯婆子 不过在周青玉心中心动念都是为了这件事 我就开始查 结果查说银鱼有穿一公圈 但是鱼都鱼饼 对于这所谓的辉华稻采砂石部份呢 他采取非常强烈的手段呢 将这个所谓佐水溪的这些黑道乱采砂石部份呢 一力铲除尽采 2000年为了高平溪水源污染案周青玉也对厂商喊话很敢说 屡屡发言展现女侠问证风格 彰化县长长年的砂石 周青玉不畏惧砂石业施压 大刀阔斧介入管理 27年的往事也让李家正义杀石案再度被重提 3D新闻 曹盛章 红虫祥 叶维商 SNG 彰化报道